看着还好吗 还好啊 不是像 好 还没脱衣服 那就先看视频 好不好 哇 哇 出来啊 编导本来安排是 先放视频再有请他们 而我特意的把他们先请出来 跟我们一起看视频 知道为什么吗 反差 不 因为我忘了 忘了 好 两位来自我介绍一下 两位自我介绍一下 大家好 我叫冯丽 今年二十岁 来自江心上 我现在是宁墨大学 一名大三的学生 老乡 对 大家都像我毛毛 那位 大家好 我叫刘明月 我今年三十七岁 我是一名小学的语文教师 来自于天津市济州区 我代表所有的男人问你 你们要干嘛 对啊 我们两个要闹海 两个哪吒是吧 这个健身最初的初衷是什么 因为我很喜欢有肌肉的体型 所以 你找个有肌肉的男人不就行了吗 对 但我想自己练成肌肉 你练成了这样 谁敢找啊 你呢 我健身的初衷就是为了减肥 为了增强体质 你生孩子了吧 我儿子上六年级了今年 你是为了恢复体型 恢复体型 然后改变体质 是吧 你们体能到底有多强 我们就来最常规的俯卧生 我们毕竟是男人嘛 我们今天男人不能丢脸 对不对 你做得过我们吗 我能 你呢 没问题 真的啊 你随便挑 不是 我对面的周衛吧 对面的周衛 对面的那个 周衛是吧 来 那肯定不行吧 你挑了一个最不喜欢锻炼的人 你再挑一个 各位 挑一个男人 你挑一个 我挑那个帅哥 来 有眼光 有眼光 这俩最弱 无论是身高 体型 阅历 你都强于两位女性吧 咱今天不会输吧 会 真的不会输 输了怎么办 我爬下去 好 她说的啊 我没说啊 我说的这个话 你这个话也得说呀 你答应吗 你不答应也没关系 你认怂没问题 你不能认怂的吧 我哪好意思你一个人爬下去 好 好 就这么说定了 来 做好热身准备 来 给我 我帮你们拿着 两位兄弟 我觉得啊 你们现在走我还来得及 我觉得两位兄弟你们可以来练习练习爬的动作 我们一个脱模一个定 不是 我告诉你 是这样 好 行 认赌服输 准备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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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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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直接爬了 来 恰 前男爷掌声 乌胜 加油 真要爬了 乌胜 下去 下去 这没下去 周伟 加油 加油 乌胜 就 爬下来 男生做得慢 周伟已经爬下了 周伟已经爬下了 不能少了 周伟佳 坚持 周伟佳 加油 吴盛那个不标准 同学老师 吴盛没有一个标准的 吴盛那个完全不 周伟的脖子也红了 准备好了 要爬了 我觉得周伟的脑袋 快爆炸了 你看他红的 过来他脖子全红的 不是 你不至于吧 都起不来了 小心脑溢血 不是 我们再设计一下 是手足爬还是手气爬吧 肯定是手足爬 并不可怕 可怕的是被消灭 我们输给了他们 输给他们 你们不丢人 不丢人 真不丢人 我要说明一下 我坚持的 我不是最差的 本来 不是 你什么意思 我刚才一直看到你坚持 不如我猜 我跟你说 哪相间何太极呢 本来按道理来说 其实他还算是坚持住了 但是他到后面 几乎有一小半 动作是不标准的 对 一多半 一多半 第一个他就不标准 所以他们是不是应该 爬下去 应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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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要爬下去 这年头吧 人啊 有句名言叫做什么 叫人 可以 被消灭 但是不能被打败 是吧 你们爬下去 雷修 你请 尊老阿姨 你先 来 一起 这样 哎呀 人的衣服 扔得很潇洒 谁的衣服 谁的衣服 我妹了 你也就那样 这位是真不错 你一般 他可厉害了 他还有什么厉害 也对合一 我 刚受伤 刚受伤 来 试一下 布航 今天是这个男士毁灭镜打击专专 翻起来 翻起来 来 来 老师带着你 没关系的 你都不用护 我都知道我会怎样 来 把腿给抛起来 吓死我了 我肯定起不来 有人保护你 你都不敢 就 咱俩一人一个 我只适合这个 这个都可以 来 你来 来来来 刚才那差不多吧 不是 陈伯伯那胳膊太死了吧 来来来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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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喂 你看 咱俩一块来这个 喂 我们是这样的 他是 手要伸直 爬下去 走吧 不 哈兄弟 规范的 可以看得出来 姜还是老的辣 对对对 你练了多久 四年 你练了多久 五年 啊 这个我要说一下 就是 就是这个毛妹跟我 我们两个以前不认识 今天是第一次见面 以前认识就是我们两个 通过网络认识 有一年多吧 然后今天第一次见面 她擅长的就是单杠 然后我擅长的就是徒手训练 利用办公室的一些桌子呀 椅子呀 或者是那个一些 那这叫无器械 终极健身 对 因为有时候平时没有时间 去健身房 只有周末可以去一下 然后平时就是在家里 利用一些生活中的一些 器械去锻炼 你老公介意吗 他不敢介意 咋不够 这霸气 说的好霸气啊 你有男朋友吗 没有 因为什么 可能被我吓跑了吧 女生不应该小鸟一人一点吗 干嘛要这么霸气干什么 这个霸气和闲脑一人也不冲突 我为什么不冲突呢 你小鸟一人一个我看看 好娘啊 这个问题其实 说好娘 什么话 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什么叫娘 陈伯航告诉他什么叫娘 吃饭一下 为什么呢 对 老师暴露了你的年龄 70后60后的男人 确实喜欢小鸟一人 像林黛玉一样的 或者说过去那些演员一样的女生 但是90后和00后的孩子们 可不这么看了 他们真的喜欢 相对来说有肌肉线条 有马甲线和这个叫人鱼线 我知道 人鱼线 我知道 有马甲线我知道 但胳膊这么壮 有很多男孩子喜欢 你咋不练成那样呢 我也在练呀 我还没到这个地步呢 其实锻炼的女人更有女人味 只是你们不懂 鬼的好 她在说这句话的那一刻 很有女人味 她是摸着腿说的 你们不懂 练这个东西是像我们平时 在健身房所看到的那些男性一样 每天要吃蛋白粉吗 多半不是主要靠蛋白粉 还是要靠饮食去补充营养 吃啥 都是一些健康的食物 就是几乎垃圾食品就不吃 碳酸饮料也不喝 不喝 你呢 我都喝 所以吗 你练得越久 反正体力还不如人家吗 对 因为我是练街头健身 主要以动作为主 它还是属于技巧型的 我就是你这个唇为了健康 因为我年纪不小了 我的目的就是为了能够 让我的身体保持年轻状态 不至于会衰老 刚才他们俩也说了 他们说是业余 业余并不只是说自己没有打比赛 更多的是因为他们还有一份正式工作 对吧 你们俩的正式工作分别是什么 我是一名学生 今天大三了 哪个学校 宁波大学 宁波大学 男生见到你是怎样的表情 就有个学弟说 他见到我的手臂 他就不敢说话 怕你打他 你呢 你的工作是 我的工作是一名小学的语文教师 在一个乡村的学校任教 你语文教师 对 那你们学校的体育老师呢 体育老师 他还有脸活着吗 因为我在学校里 我很低调 我从来不会像这样穿抹就个衣服 你不 你就是穿上衣服也看得出来 你的肩膀多宽 是吧 在学校里都是穿非常宽敞的衣服 我不会让他们看到我的肌肉的 很低调的 所以说你们的肌肉是不是已经成为你们身上的标签 是的 对吧 你也被新闻报道过 当你们所有人都被新闻曝光的时候 大家都知道有这么两个女生的时候 你们有什么担心的吗 还是说内心都是一种开心 我也会看到一些舆论 就会说反对说我像我这样练中这样的身材 缺乏女人味 然后没有人喜欢说什么缺乏女性的柔美 当时也彷徨过也犹豫过 说那么多人都反对我还要不要继续坚持 但是我想我当时健身的初衷 我还是要坚持下去 我因为喜欢我就热爱这个运动 没有理由 会不会因为自己本身是比较普通的 但练了肌肉就不普通了 对 有您说的这一点 因为我本身 就与众不同了 对啊 因为以前我性格身体 还有各个方面都不是现在这种状态 你们俩手劲大不大 大呀 大 就是有些人健身虽然健身 但其实力量并不是特别大 你们卢铁吗 卢啊 我硬拉现在是160斤 那你扳手腕应该还可以吧 还行吧 试试 来来来来 拿个桌子 试试 卢老师 你是输还是赢 你说你赢 你好意思赢个女生吗 不是跟我比 卢老师 我就想跟你比 因为我特别崇拜你 试试 我今天看你的节目 看你 我就两个人 特别好 卢老师第一次挖了一颗颗颗 自己跳进去吧 自己给自己挖力打开 输了好丢人 加油 好了吧 一 二 三 三 开始 放水 放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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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 五行 一 二 三 三 开始 加油 加油 落脚 忽略老师 陈博恒你都能赢 你信不信 我来试试看 绝对能赢 我被他 我跟你说 有点可能 有点可能 准备 准备 加油 开始 哎 妈呀 牙齿 三万 姐姐 三万 三万 变了陈博恒那个小样子 好 加油 陈博恒你不是男生 不打败 陈博恒 陈博恒让他了 是的 陈博恒让了 那我说是这个小姑娘 让图蕾老师了 那绝对没有 陈博恒让了他 是 有些人是这样的 的确是健身 但是他的力量 跟普通的男性 相不来差一些 女生力量再大 他也不如男生的力量大 但陈博恒的情商很高 对呀 陈博恒怎么能 这么高的情商了呢 你呢 我力量不大 我是相对力量大 对 相对我的体重力量大 好 来 谢谢 你们这也算是属于 女性同胞当中 非常特别的两位了 我想就是说 对女性朋友说吧 好 我要纠正一下这个 肌肉女的误区 她们对肌肉女的误区 好 然后首先对于女性来说 我觉得就是说 女生多练一点力量训练 对她的体型是特别好的 因为她可以让你的身体 变得紧致有形 就是凹凸有致吧 然后 除了这一点以外 还有就是 你如果有肌肉了 肌肉量上来的话 它能够帮助你代谢掉 你身体的那些热量 就是你吃什么好吃的 它都不会发胖 就会变成那种异瘦体质 只要是你说 你的身体变得健康了 肌肉量上来了 一个是身体年龄年轻 还有一个就是 你的生活状态也会变得非常阳光 包括性格和你的那种自信 都会有的 女性不是说 练一点力量训练 就会变成金刚八笔的 这要付出很多的努力 还有常人无法承受的那种 那种痛苦 其实对我来说 当然不是痛苦的 因为我喜欢 我觉得这是一种享受 然后这是对女性来说的 但是对你们男性同胞 总说肌肉 肌肉你没有女人味 其实并不是这样的 她练出来的体型是肌肉体型 但是她的内心 其实挺温柔的 你别看我跟我说 在家里跟老公那样那样的 其实也是属于那种贤妻两母亲的 到家以后也是看孩子写作业 洗衣服做饭 最根本的是 因为我懂得怎样去健康的生活 所以把我的家里人 给他们做饭 或者生活上也给他们引入的是正确的 或者是健康的生活方式 跟你掰完了手腕之后 我才知道 你老公不是不敢 而是尊重你 对 其实你力量也没那么大 他就是让着 让我 爱你 疼你 尊重你 对 我觉得对老公可能不太好用 但是对儿子有用 儿子不写作业 看妈妈这肌肉 越是有力量的人 越不屑于使用武力 对 希望以后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遇到像这样的一群 铿锵玫瑰的时候 每个人用赞美的眼光去看待他们 好不好 谢谢你们 再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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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